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子乐团演奏的 那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之后 到现在已经有几亿的点击量了 那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 随着而来都是很多疑问 双袍剑到底是如何 把这一个庞大的电子乐团 一个人演奏出来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揭秘 我们会在这个双袍剑里面 调用很多乐器来组成这个乐团 原来组音呢里边有琵琶 有鼓针 有电子合成器 有铜管乐团 还有贝斯等等等等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还会有很多音效 比如说一开始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孙悟空出世的时候 有一个音效是 就像石头里的蹲出来 对吧 那后来还有 那这就是鼓 做了电子化的处理 我们会把琵琶和鼓针的声部 放到右手的上电盘来演奏 那演奏方法呢 就是断奏 还原了琵琶和鼓针的弹法 接手呢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电子的合成器 小夏当然就是贝斯的地方了 那现在合在一起了 这个声部平平平平均 就形成了这样的效果 那么紧接着的一段是一段同管的乐团的演奏 这个时候能双毛剑就发挥出它独特的优势了 因为它有各种的演奏法 会把每个乐器都弹得非常还原 在演奏同管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弹奏保持音 然后让它同管吹的时候有音头在 比如说 它每个音都会吹得非常有力量 这样一个乐团就这么诞生了